来自台东县金伦地区的国小学童 正快乐地上课 什么课可以这么开心啊 这里是台东的农改厂 希望让小朋友更了解农业文化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东区农业改農场商长林学师 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厂额 在我们厂里办有关农业体验的活动 今天邀请的是我们原住民地区的 比较弱势地区的小朋友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去年大概在八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受到八八风灾的影响 那小朋友平常的时候 大概也没有多少机会来接触这些农业试验研究的东西 其实农业试验研究有很多 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很好玩的 那这些小朋友其实都是未来我们国家社会重要的主人翁 他们的动娘 从小能够让他接触 以比较风趣有好玩的这个方式来介绍农业 让他们知道说农业不是只有晒太阳 农业其实蛮好玩 若只光用说的小朋友哪坐得住呢 不如用实际的体验 让小朋友的期待兴奋表情 看得出反应不错 农改场真的是用对的方式 让这些好动的小朋友都乖乖的听台上老师的教学 这可比在学校上课的感觉差太多了 一人一个属于自己的盒子 自己栽培 体验一下农民生活 让他们能够零距离的贴近农业 进一步认识每天都可以接触到的农业文化 以上新闻事由记者张玉成在农改场的报道